所以很多东西你的看法各方面 就是观念的不同 做法的不同 心态的不同 后面结果就不同 所以当你很释怀 很了然的时候 就我刚讲的 你真的爬到最后一个 你就没有就没吃到 什么都没有 都吃光 你就运气不好就吃光了 就到你就没有了 那你那时候怎么办 哈哈一笑 还是要求退费 还是在当地哭闹 没有修的人 他就会觉得亏大了 今天不把你搞回来才怪 是不是 有修的人 在人生中离命里 这一点算什么 所以你根本不会去计较 就是你通了才不计较 你没有通你学导师说这样子 憋在那里 你回去一定会发现 你一定会找人发现你的气 我为什么 为什么 我排到最后就我就没有 我为什么怎么 搞不好回家跟老公 complain 这老公还觉得莫名其妙 我又没什么要干嘛跟我 complain 我就说了 你就是这样 他什么什么 他都昏了 他说为什么这样 我问你啊 有没有这种人 是不是你 修行的重要 不是在人前标榜 是在这些小细节处 你过不过得去 有时候他说 他说我没办法过得去 我没办法过去 我没办法过得去 什么事情啊 没事啊 别人的眼中是没事 在他眼中是过不去 你这辈子过不去 你下辈子也过不去 只会让你越来越 这个噪音呢 只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所以 每个人的红尘经验里面 会不会有些东西 是你上辈子的噪音过大 但是你这辈子因为有修 所以上二间的见解 尾巴穿透 所以过不去的东西 上辈子过不去 这辈子安然于心 到你的面前搞定 我问你 如此一来 你人生节省多少时间 可以去努力正确方向吧 是不是 是 智慧为你带来的好处非凡 但是你没有这些智慧见解 你就会拘泥在 你认为要拘泥的那个点 然后就会在那边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到什么时候 到你有所损失 到你有所了悟 到你有所知道 不该的时候 已经完了 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课题 一直在绕 一直在绕 那就是迹象 什么迹象 火候 需要再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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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再加鞭 就会再加鞭